《狗里经色,因果祭祀集,身体疾病问题》系列 爱说脏话的果报 以下为请示者的分享文来文照灯 大家多少有这样的经验 生活中偶尔会遇到周遭人 无论认识或不认识 以说脏话为乐 以脏话为口头禅或语助词 甚至以说脏话作为融入群体文化的方式 似乎当一个群体成员习惯话语中夹带脏话 不说脏话就不是其中的一份子 另外新闻报道也常看到有人因为不满 可能是与人吵架 可能是为了争取什么优惠福利或利益 却不如愿 可能是遇到挫折或因为自己心情不好 就以骂脏话来发泄情绪 无论是什么情形 您可曾想过说脏话有何果报吗 只是说说笑笑骂骂过了就算了吗 如果您真的这么想 请千万要看看以下这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我过去是爱说脏话今生得到的恶果下场 今世的我从小就非常不喜欢人家说脏话 只要听到别人说脏话就想把自己的耳朵捂上 希望脑海和心灵意念不要被脏话污染 即使只是在路上偶然听到一群人骂脏话说笑 我都想快步离开 就怕那些脏话会步入脑海 在耳边附送 语音不断 因为对脏话的忍受度很低 如果遇到先生开车 或为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嗔恨的骂了脏话 或是随口说脏话 我就会纠正他 请他不要说脏话 特别是不要在小孩面前说脏话 以免孩子学到不好的话 或让孩子以为只要生气就能讲难听的话 夫妻曾经好几次 而且闹得不愉快 先生都会觉得 有那么严重吗 结婚多年来 我还是一样坚持无法接受脏话 出现在家人或自己口中和意念之中 可是外外没想到 过去是我竟然非常爱说脏话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有一天早晨 要在孩子开车上学时 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脏话 很难听的脏话 充满了我整个意念 完全无法抗拒 无法转变 有一堆脏话生活中也很少听到 况且在孩子的当下 我也没有为了什么事在生气 无法理解 为何会这样 由于干扰意念的情况非常严重 我脑海中就是不停骂脏话 于是我求助社团师兄 刚开始得到的回答是 这是你的功课 于是我想 对 这是我的功课 我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坏意念 可是 我的天啊 我真的完全被这个功课打败了 没有办法转任何意念 去消弥或阻止 脑海就是一直狂播放脏话 这对厌恶脏话的我简直就是痛苦的惩罚 于是我求助另一位师兄 他把我处理了外灵的问题后 状况似乎有好一点 可是之后 还是断断续续出现 后来我猜想 会不会是业力讨报呢 还是之前尚未念诵经文的就业障干扰 于是我嘲试忏悔 每一次我忏悔似乎就有好一点 也不确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可能是错觉吧 由于后来脏话又一波波来袭 我决定请示佛菩萨 说我真的压不住脏话 一阵一阵 好像如果我跟业主菩萨忏悔 状况就会好很多 结果开始是业力干扰 前世因利益冲突 用手揍人 对方受伤 要诚心忏悔 并诉讼经文 隔65步 当时可能因为我被魔灵干扰 对很多事情呈现无感 平常的我是容易感动也很爱哭的 但是现在却哭不出来 即使如此 我仍然强迫自己努力磕头道歉 希望能获得业主菩萨的原谅 但是业主菩萨觉得我没有诚意 所以持续让我无时无刻 轮波脏话 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去请问了蔡师兄 他告诉我 业主菩萨认为我的忏悔 伤待加强 于是后面这几天 我就算哭不出来 也要跪下来磕头道歉 每天磕头 随时想到就道歉 状况似乎好转几天 但没多久 我又开始每天脑海充满脏话 无奈地再请示佛菩萨 又开始一条业力 前四世因利益冲突 拿斧头砍人 只半身不随 一想到这条业障 和之前无数的业障 我真的觉得自己可恶至极 终于流下真诚的眼泪 于是我跟业主菩萨说 我会捐款到慈善团体 这个月捐的会额外回向给他 后来好像好了一点 可是同样的过没多久 又是脏话满脑飞 让我近乎抓狂 所以我又承诺 会写一篇跟这个业力 有关的分享文 后来又好一点 但是很快的脏话又来了 好像转新轮 他就会好一点 不过时间没过 很久又这样 于是我开始怀疑 是魔灵造成的 我去跟蔡师兄说 我魔灵又出来了 我一直攀缘执念 自私自利 我怎么办呢 都说那么多次了 像魔性的经文 也念到第四阶段 还是一样 蔡师兄回我 解灵还须 系灵人 对啊 跟蔡师兄讲 我自己不改 有什么用 可是怎么办 我意念还是充满脏话 急得跳脚 再去找蔡师兄 得到的回应是 心时转 夜时走转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 我脑海中的脏话 还是陆续出现 如果有外灵干扰 就会特别严重 加上我工作 异常忙碌 很多时候 事情做不完 又有时间压力 情绪难以控制时 脑中的脏话 就会格外明显 在此业力爆发前 我工作就算很忙碌 顶多就是碎碎念 和心中抱怨 也不会骂脏话 由于无法改变脏话 一直出现的状态 所以我决定 如果无法转念 那我就念 阿弥陀佛好了 之后 只要脏话声音出来 我就念阿弥陀佛 一直出来 我就一直念阿弥陀佛 至少让阿弥陀佛 占据一些脑中印象 安慰自己 这样友好一点 不过 我猜想 一定还有其他因素 造成脏话 持续送出 因此 我再一次网络问世 得到的结果 着实意外 问题 脑海时常出现 无法克制的脏话 请示是否有干扰 开始 前世利益冲突 常用脏话骂人 导致养成习惯 阿赖耶石 都是脏话 故造此报 虽先以最虔诚的忏悔心 跟其忏悔 并诚心念诵 金刚经 药诗经 地藏经 各188遍 待持送完毕 来信 专案回向 消除 阿赖耶石的脏话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是缘 如是受 此话 果真不假 一切业力果 报皆是自己 自作自受 前世 爱骂脏话 今时 才会得 如此惩罚 看到经了各188遍的 开始 尤其惊讶 前世骂脏话 成性 竟然会得到 如此重业 由于我每天 都有念经修行 才得此重报 清授 那么 没有修行的人 如果爱骂脏话 会得到什么果报呢 这个 是公报天谴吗 于是我下周 再次网络清世 问题 与开始如下 问题 一 开示我 前世 另一冲突 常用脏话 骂人 导致养成习惯 阿赖耶时 都是脏话 故遭辞报 情世 这是公报天谴吗 二 经文各188遍 是重业 若非现在凶行 重报 清授 原来的果报应 是什么 要将结果 写分享文 劝世人 误口出会言 开始 一 洗细 吸报 二 原来的果报 应是精神错乱 老实说前一阵子严重的时候 我真的是精神错乱了 试想 无论您在做什么事 面对什么人 脑海中就是不停在骂脏话 在应对他人时 便难以思考别的事 做事就会一直出问题 这跟精神错乱有什么不同呢 一阵子后 我的状况有明显缓解 只有当工作忙到极致 才会症状又发作 我知道 一定是佛菩萨慈悲 我才能在后来的日子里 降低此业力的干扰 此刻 也才能以较为清醒的脑袋瓜 写下这篇分享文 奉劝世人 切莫 说脏话 每一次说脏话 除了消耗自己的福报 也因为恶口种下了恶业的种子 再来是开花结果 菩萨为阴 众生为果 如果不说脏话 不种下阴 也就不用担心 自己来世 有其果报 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 都能小心自己开口 说出的每一句话 也能劝周边的亲朋好友 千万别因一时快活 或惩凶发泄 让脏话满天飞 很多事情啊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我到今年37岁 业力成熟时 才知道自己过去 单单因为说脏话 就犯下的重大业力 业力成熟时 阿赖耶时掌管的记忆 让我完全逃不掉 所以 一言一行 千万要当心 别以为天不知地不知 只要您知就够了 业力面前 没有侥幸 请从现在开始 不说脏话 善互念 善互口 口吐莲花 不说脏话 若此文章在劝识上 有任何功德 愿将其功德回向 造成我脑海充满脏话的 业主菩萨 和优先消除我 阿赖耶时存在的脏话 原来 佛菩萨开始要念诵的经文 在我消除魔性后 也会逐一念诵回向 感恩慈悲的佛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以上 唯有原人分享 很多人不知道 说脏话会怎么样 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本篇分享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让大家了解说脏话长信后 来世会有什么后果 文昌帝君 因止文曰 横迹有义之语 网谈非礼之言 就是要人们时常牢记 对他人有帮助的言语 而不要去谈论 不和礼仪节度的言词 当然 更不能说脏话了 其实说脏话的果报 并非旨在来世 佛教戒律 佛道经典和诸多古籍中 都曾提及 其中在佛教的戒律中 由口语言造作的恶业有四种 妄语 两舌 恶口 和其语 恶口 就是使用粗恶语 用松抱 恶毒的话骂人 伤害别人 粗口会语 凡人口说脏话 即是恶口的一种 在天定法律 预录宗编中提及 与恶 一次一失 意思是 讲一次不好听的话 就记一个错 累积十个诗 就是一过 诗过 唯一恶 诗恶 唯一罪 诗罪 唯一行 说脏话的人福报 往往在随口 一句脏言中流失 一天累计几个义诗 很快就满一过 一个月可能就满一恶 一年满一罪 十年满一行 不但福报都被脏话骂光 还因此在往生后 必须到地狱浮行 净空 法师说 我们每天都在说话 口业很容易犯 无意间 不知不觉 习气起来 口业就犯了 口业要是造得多了 轻则 拔舌地狱 重的阿比地狱 不得了 所以佛在无量寿经 给我们开示 善护口业 不及他过 恶口是言语粗鲁 说话难听 说的话 能刺伤别人的心 恶口 最明显的果报 是不端庄 也就是我们讲的 相貌丑陋 面目可憎 喜欢恶口的人 与人往来多争执 甚至于有官司缠绕 补救的方法 就是时时刻刻 提醒自己 不要犯恶口 想讲话的时候 先想一想 不要粗鲁 不要冲动 多念阿弥陀佛 这是最好的忏悔方法 因为我们常在说话 若是把脏话 当口头禅来说 经年累月 造下的口业 会超乎您的想象 不算没发现 一算 才知道害怕 多少财富和福气 就这样不见了 连长相都变臭 这个损失可大了 地藏菩萨本愿经约 若欲恶口者 说眷属斗争报 对人说脏话 很容易让人心生不满 果报为亲人 尤其夫妻之间 一生争吵 若因为骂脏话 而与他人结怨 又是造下另一条页 往后还有的还 太上感应天曰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修身 修心 修道 所重于修口德 口德不修 修道无义 又曰 凶人与恶 事恶 行恶 一日三恶 三年 天地降之祸 所以 要修行 虚先借口 每当口语 说脏话 恶语前 可以试着念佛号 南无 阿弥陀佛 以佛号 代替脏话 久而久之 自然 口无恶言 若是放任自己 恶言不停 即在阿赖耶时中 就会如同分享 文中的师姐 在业力成熟时 承受精神错乱的果报 莫一善小 而不为 物一恶小 而为之 不要小看说脏话这件事 以为没什么就随口说 天天说 还是立刻改口吧 以好话 代替粗话 学佛菩萨 说和谐 善良之语 随时 修正自己 修正行为 落实佛经教义 这样 才是真修行 那么 阿弥陀佛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劫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 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 问到没神 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代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